今天我有来到这一盒水阔来 为什么选择今天来钓鱼呢 在这个水阔 它有非常的一个就是 有一个算法就是在那边这个水阔 非常邪门 就是一到这个银银田比较魅的时候 它就上大鱼 每次我们一县经上来 表述人清风万里下完鱼 风前鱼后不大上鱼 抖着个钱上鱼 所以说这个很多水域不同 大家可以在各种田区的时候 都是神经那边的这个 就是天气 根据天气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待会往上来过去看 我选择这个钓鱼 有一个三腰口子 非常往里沉的冷门岗 能唱 还可以选择 所以说这个天气也非常重要 咱们再说 这个我选择了这个钓鱼 因为这边呢你在这个坝朗 它特别的就是透出 口里的非常长 而且说这里边的鱼 大家看一下 都满了 上鱼了吗 这鱼 原来上个翻根的 太小了 这么点点 这还得发生啊 发生的 怎么说呢 大根今天一口没有 刚才那个游戏大了 以前我看它上面 飘了一只绿的草 应该吃草都吃过了 你感觉是草鱼 我感觉是 那个草也可以吃 是 这种铝草 然后你看这 光上 直打的时候光上那个穿条 就是白条 闹窝子 扔起来就闹 靠边打吧就可以 但是鱼都不大 然后都被它放生了 小红里鱼挺漂亮的 然后这些视频先到这里吧 好